首次上稿8点05分更新时间是8点51分 记者张瑞珍台中报道 位于台中市北吞区的爱宝贝托婴中心 金传保姆俗称老师 虐婴案苏敬保姆俗称老师 用手于枕头拍大婴儿的头部 还举起来重摔地上 另一位保姆却没有制止 托婴中心无性园长强调 保姆近期心情差 又见婴儿哭闹而情绪失控 社会局则表示婴儿尚在医院观察中 家长已经提出告诉苏敬保姆则于甄讯室说 他既其婴脚疼而心情差 又见女婴哭闹制止无效 一时情绪失控事报 对女婴与父母深感抱歉 上述虐婴录影片段约48秒 保姆用手于枕头拍大婴儿的头部 还举起来重摔地上 婴儿被摔的头部着地 证明保姆还不满足 再举起来摔一次等虐待过程 另有一位保姆在旁 却没有制止 无形园长袭击丈夫今天上午不断鞠躬道歉 他说本月13日发现婴儿的额头淤青 调阅监视器画面 发现苏敬保姆虐待失报 当天晚间立即带着保姆去找家长 之后苏敬保姆与当场另一位没有制止失报的保姆 两人都已签数离直书 也就是解聘了 无形园长说 苏敬保姆宣称自己近期情绪压力大 女婴又哭闹 才会情绪失控而动手 至于苏敬保姆情绪差之因以及虐同时身旁另一位保姆 为何没有制止 无形园长接 以司法调查中拒绝透露内容 经表示失虐的苏敬保姆任职一年半 有合格证照与良明症之前没有虐同等情绪行为 无形园长并强调 看到影片大家都很心痛 家长也很气愤 此事件纯属保姆的情绪管理不当 已由社会局社工与司法调查 他们与其他保姆都很尽心 今天上午另有家长带着子女到中心 多数家长也都肯定脱婴中心的用心 虽对此事感到恐惧 但也认为是苏敬保姆的个人问题 脱婴中心处置妥当 无形园长昨天也已14日发表声明 指该名施暴老师保姆已被解雇 是园长监督不周 保姆已经坦诚 接下来请司法调查 园长相当痛 心说我们老师 保姆五岁请对孩子做了残暴的事情 我们在一比四的师生比中还发生这样的事 是我监督不周 非常抱歉 我们真的很认真经营此园所及宝贝 希望等待调查结果 不会包庇 也不敢对家长隐瞒 原所很愿意对此事负责 女婴的家长也发表声明指出 家长只希望不适任的老师 苏敬保姆 接受法律制裁 不希望影响脱婴中心与其他人 希望各界不要再转传虐童影片 中市政府社会局说 胜虐的婴儿13日送医后 医师认为婴儿头部尚在发育 担心会有后遗症 目前人住院观察中 家长将会对保姆提出告诉 目前已确认 苏敬保姆虐待属实 依据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 可对苏敬保姆与所属的拓婴中心 各处罚6万元至30万元罚还 并可撤销苏敬保姆的证兆 永不得从事同一行业 今天中午中市警局五分局水男派出所 接获接获中市政府社会局保案 先制作女婴父亲的笔录 再传唤苏敬保姆 并以证人传唤当时在场 另一位年轻保姆 苏敬保姆 今天下午征讯结束后 刻意走水男所拼门离去 还用衣服 头套与口罩 把自己裹得密不通风 再用纸带蒙脸 对于记者询问 他不发抑郁 赶紧骑乘机车离去 还一度逆向行驶 此事也引起网友踏发 甚至弱骂这名保姆是畜省 比畜省还不如 全台湾所有拖婴中心或幼儿园等 都必清查是否有类似行为 另有人质疑 为何其他保姆或拖婴中心人员 没有制止这种恶性 这家拖婴中心 由园长庶民的声明 全文如下 园长痛心 昨天发生一件痛心事件 我们老师保姆 午睡醒对孩子做了残暴的事情 我们已通报社会 俱乐症在处理中 非常抱歉 该名老师已被解雇 我们在一比四的师生比中 还发生这样的事 是我监督不周 非常抱歉 我们真的很认真 经营此原所及宝贝 希望等待调查结果 昨晚调监视器 看到此画面 立即带该名保姆去找家长坦诚 影片是原所提供给家长 不会包庇 也不敢对家长隐瞒 原所很愿意对此事负责 接下来请此法调查 真的非常抱歉 真的非常抱歉 收藏 宝贝 拔